为救九名王室,这国花了10亿美元,导致九国与其断销,126名平民遇难卡塔尔政府,卡塔尔世界第三副国家人均年收入超80万人民币,一直都是个在国际事务上很低调的国家,除了炫富没别的什么特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一件惊天大事。 弄得全球沸沸扬扬,为救九名王室这国花了10亿美元,导致九国与其断销,126名平民遇难,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几年前九名卡塔尔王室,祖团来到伊拉克的一个沙漠,进行他们的日常工作,尤瓦打猎在某天的夜晚这九人被朝醒睁眼,一看发现一百多个恐怖分子,拿着枪对着自己没错他们被打劫了。 随后九人把自己身上的现金全部拿了出来,并表示不够可以让家人打过来前提,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这些恐怖分子,却说我们不要钱。 经过一番交谈后九人才发现恐怖分子,是叙利亚战场上的什叶派武装成员,站在叙利政府军那边恐怖分子,之所以绑架九人是想让他们帮自己一个忙要求卡塔尔政府用资助相威胁。 逼敌对的逊尼派站叙利亚反对派那边,和他们交换两座城市的人口。 那为什么要找卡塔尔呢?因为其政府一直花大钱资助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军作战,在交换两座城市的人口问题政府军事,没意见但反对派出于战略意思,不愿意叙利亚政府军没办法了才想出这么一招。 总之就是彼此间两座城市的人口交换成功后,什叶派武装成员才会放了他们九人,有了九宁王室做人质。 卡塔尔政府立马开始了曼城的砸钱历程,可叙利亚是战火纷飞局势混乱,反对派内部势力又很复杂。 所以这事办的一场艰难几个月已过,几千万美金砸了进去,愣是没见起一丝水花中途,还被一个谎称能解救王室的希腊销售员写了个假计划书,骗走王室佳人,二百万美金。 一年多过后,一对卡塔尔政府,高层在伊拉克内政部长的牵引下,亲自密贷一笔高达3.6亿美元的巨款,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通过伊拉克内政部长内部关系,转给叙利亚反动派,四成交换便能按期进行下去。 这样九名卡塔尔王室的性命才能无忧。 没想到的是,卡塔尔政府高层刚下飞机就在巴格达机场被拦截了最后3.6亿美元的现金被伊拉克总理扣了下来,转移到了伊拉克中央银行。 金库这对卡塔尔政府高层,在被扣押了几个月后,伊拉克政府将其释放回国然而不幸的是,叙利亚反对派在卡塔尔政府断了给他们的援助款后,立即制造了爆炸袭击,导致126名平民遇难。 其中包括68名儿童最终,卡塔尔政府在花了10亿美元历时一年多后终于将9名王室救了回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城市人口转移也得以完成。 随后卡塔尔遭遇了他方式,断交沙特、巴林、埃及、阿联酋、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科摩罗和毛里塔尼亚、九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为由。 与其断交为什么这九国会认为卡塔尔是在支持恐怖主义呢? 原因很简单这九国支持的是叙利亚反对派卡塔尔,此举在他们看来无疑是叛徒行径。 肯定要找个罪名,给其带上才能名正言顺的与其断交报复卡塔尔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请不吝点赞多订阅